大家好,歡迎大家,我叫做Coulton,任卓妍 我是來了一年多,正式進入中大全職時間幾個月 我是在德國讀博士的,我是做奧古斯丁和巴西流,是教父時期的 所以嚴格來說,我不是新約那邊的,為什麼我會教希臘文呢? 因為在教父時期,他們會用拉丁文和希臘文,所以我那七年每天都對著拉丁文和希臘文 而他們用的希臘文就是古典希臘文 所以我們現在的聖經就是叫做大眾化的希臘文,所以很開心,所以我就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希臘文 今天希望想做到什麼呢?其實因為我只有45分鐘而已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體驗到讀希臘文,所以我們希望做一個創舉 就是你結束之後起碼可以讀到 The Lord's Prayer,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一瞬間我們有三部份的 第一部份就是教大家一些捷徑 因為我們只會只有45分鐘,其實呢 如果是上我課那些,其實這些是不能說出去的,所以你不要跟同學說,他們還不知道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等他們結束了一年之後才會給他們一些工具 但是你們不知道會有多久的時間,但是我想讓你感受一下 如果你之後你自己想看希臘文可以怎麼做呢?有些工具 這是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就是我們學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最基本是什麼呢? 就是ABC啦,是不是? ABC,以及最基本的文法 跟著呢,最後呢,我們就看看用 剛才我們學了那些文法呢,可不可以嘗試看到 主土文,就是馬太坊第六章 第九至第十三節 好嗎?那麼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那麼我現在呢就 分享一個 screen 給大家先 好 那怎樣讀希臘文? 我想跟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第一部分就是希臘文的工具 我估計大家可能有一些 朋友呢,其實都懂得希臘文的,或者其實很厲害的 如果你太厲害的話呢,那你就當一陣子你可以一起 教一下我們都可以的 但是可能一部分呢,多數都是可能第一次接觸啦 或者是我以前接觸過,但是呢 其實你叫我馬上趕出來又不行的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有方法的 好 那麼首先呢,將來講希臘文的時候,我們要知道 究竟希臘文有什麼聖經是希臘文,對不對? 那麼希臘文是什麼來的呢? 希臘文聖經呢,其實主要是講新約的聖經,因為新約是用希臘文寫成的,OK 好,那麼 寫成之後呢 但是你不可以忘記其實還有 還有希臘文,這個今天不是講希臘文,所以我們不會講的 但是有一個叫Septuagenta話,這個一會兒會講多一點的,叫做什麼呢? 七十字易本 紫色那些呢,其實就是用希臘文寫的了,新約聖經呢 有兩個權威的 新約聖經第一個就叫做NA28 另外一個呢,就是叫做USB5 那麼這個就是希臘文 通常呢,如果我們未說很熟的話,其實我們也會用一些的 幫,有些的工具幫我們,會用什麼呢? 我們會看看不同的 聖經怎麼講一節,我們會用什麼呢? 和學本, 漢語譯本,呂鎮宗等等 英文呢 英文最好的呢,其實就是NRSV New Revised Version Standard Version Bible 就是這個RSV 為什麼呢?這個是最literal的去做翻譯的 最照字面的解釋的,因為 我們如果想知道原文呢,其實最重要是你懂得怎樣譯它嘛 那麼這個 好 兩本,剛才我說的 希臘文呢,聖經有兩本 為什麼希臘文聖經有兩本呢? 你要記住,其實希臘文聖經 不是我們 可能有 朋友會有個誤解 就是從來我們只得一個版本的聖經 其實不是的 你知道其實當時是很多 人去抄 和聖經新約 是有27本書的 其實呢 聖經其實是一本集結的文集來的 可以這麼說 就是從書來的 每一個其實有不同的抄本流傳下來的 所以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就有學者去將這些手抄本全部放在一起 做一些分析 出來的 所以在最權威是有兩個 現在的Version 一個叫NA28 那就是德國的Bible Gashel Shaft 就是德國聖經公會出的 就是這個 現在都可以買的 比較貴一點點 其實又不是說很貴 三百多 是不是三百多元 我以前買的時候都是要四五百元 另外一個叫做UBS5 這個就是 聯合聖經公會出的 也有得買的 這個會便宜一點的 因為可能是聯合聖經公會 還有另外一個 我估計大家多度都是 我估計大家都是中國人 其實這本是不錯的 這是什麼呢 就是 香港聖經公會出的 這個不是最 不是最新的版本 但是呢 其實它包含了什麼呢 UBS 4 什麼叫做4呢 就是UBS第四個 現在最新已經是UBS5 和合本修訂版 和NRSV 如果你打開出來 挺好的 平時 你拿來 看不到 稍後我印了出來 你拿來做零收 你會發覺 是不同一點的 就是這麼說 如果你試一下可以 是很便宜的 我記得我以前 我這本已經十幾年了 我以前 初初讀神學的時候 它做特價好像百多元 現在不會 但是現在都是二百多元而已 你可以看 但是其實這兩個 有什麼分別的呢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這麼說 因為其實兩本書 都是同一班作者來的 就是德國人做的 有一個叫做Kut Arlan 這個很厲害的人 Neslo Arlan這個名字 Alan就是其實說的那個 那個學者 其實同一班人 只是不同的版本而已 你為什麼是同的呢 我現在就 印了兩個版本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NA27 這個就是UBS4 其實 究竟說什麼呢 這些就是希臘文 但是它整個下面那些是什麼來的呢 那些叫 Tsiparatus 就是那些叫做嵌教本 那些就是做一些 批准那個 你當作是 footnote等等 其實就是講 一份 一到座 33 其實有群 toe 幾多的manuscript 這樣講過 哪些是不同說的 你試一下可以回去看一下 其實這兩本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 其實 現在 這樣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現在希臘文的抄本 已經很穩定的了 幾十年前已經完全沒有任何改變,只是在細微的東西有一些小的分別 好,很多人都會覺得希臘文都是看《新藥聖經》,是不是? 其實很多人都是低估了希臘文的重要 希臘文不只是看《新藥聖經》 希臘文還可以看什麼呢? 還可以看《舊藥聖經》 寶羅究竟看哪一個版本的《創世記》呢? 寶羅不是看希臘文的 寶羅是看《七十四逆》的,就是這一款 所以這一款你覺得也是值得買的,你可能說 我現在拿的那本就是寶羅當時看《舊藥聖經》 《七十四逆》是《舊藥聖經》來的 《舊藥聖經》,《舊藥聖經》的《舊藥聖經》 《七十四》為什麼呢? 就是當是七十二個翻譯者 由十二個支派每人派六個人 取其意 是相傳的而已 這個是相傳的而已 《七十四》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其實他是在公元前三世紀的時候在阿力山大港那裏做出來 做翻譯 而你要知道現在我們現有的舊藥 其實是第五世紀的 《七十四》是《舊藥聖經》的《舊藥聖經》 而是《舊藥聖經》的《舊藥聖經》的《舊藥聖經》 而根本上整個 早期教會 由公元 第一世紀到第三、第四世紀 都是用《七十四》作為權威的 所以 這個就是希臘文 所以如果你認識希臘文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其實你是可以看大 如果你要研究舊藥 其實你也需要認識希臘文的 好 那我怎麼做呢? 這裡有些工具其實就鼓勵大家可以回去慢慢按一下 第一個就是 希臘文呢 以前有個誤解的 有些人可能有個誤解就是 希臘文已經是一個dead language 不是當代希臘文 是古代希臘文 dead language其實不需要發音的 這是很錯的誤解來的 如果你發不到音 你永遠學不到一個language 希臘文一樣 所以 其實在愛國、美國和德國 當然他們的發音會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他們會有一個standardized的發音的 那個發音不完全是等於古代的那個 但是你一定要跟到那個發音去練習的 這個呢 一個很厲害的 有些創舉在網上找到的 這些算是open source來的 有個 女士 那麼他就是把希臘文呢 27個都讀出來 挺好聽的 那麼我以前怎麼學的呢 就是我跑步的時候就 好了 好了 譬如這個月 那麼我就讀羅馬書 我就cub了羅馬書的13張MP3 跑步的時候就聽了 你不需要有意識的 你聽完之後呢 你會發覺你之後再接觸希臘文呢 那個感覺不同的 你想一下 就是我們 聽少一些陳奕訊 陳奕訊 聽少一些鄭忠基 拿少許時間來聽這些 初初是悶一點的 但是你想一下 你是不需要有 不需要有努力呢 你可能一個月這樣 你是不同的 真的不同的 所以我鼓勵你可以這樣做 跟著這三個呢 我想 拿多 少許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個叫做 Deutsche People's Shellshaft 這個網站是包含了什麼呢 就是 你如果需要有一些的希臘文 你暫時 當然我們會有一些軟件 但是有些軟件要淺 你說我暫時不想住 其實這些網站已經公開給了所有的東西 這個就是 我按過這裡 其實我就已經按過了 我現在share 另一個screen給大家看 share 另一個screen 這個就是那個 的 網站來的 是德國的網站 不過你不用 你按回英文就可以了 就是這裡照樣按回英文就可以了 這個網站是很厲害的 這個其實就是德國聖經工會的網站來的 你看看它有什麼資料 你想要有希伯萊文 有的你可以copy的 是最新版本 即是版本不是那些 很隨便的版本來的 就是它那個學者鑑定過的版本來的 那麼希伯萊文 今天我們不是說希伯萊文 NA28 就是最新版本的那個 你按下去 這個就是 卡塔 Mathion 就是 According to Matthew 你看看這裡 全部是 你可以copy paste 你可以拿來 譬如如果 你是教主要學的等等 其實你都可以用的 跟著UBS5 剛才說過 其實NA28和UBS5 是完全一樣的 跟著有這個 Septuican 即是剛才說過LXX 你看看 LXX 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是Genesis Genesis In Ache, Apoense, Hortheos, Ton, Warnukai, Tegea 這個就是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worl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所以其實有了 還有 無加大譯本 即是拉丁文都有的 這個就是拉丁文 其他的英文、德文 那些你都可以看的 這個我是 我以前經常都用的 現在也是的 另外一個可能大家會 有聽過的 我懷疑 就是什麼呢 就是信望愛的這個網站 一個台灣的網站 它也很厲害的 第一個網站是聖經公會給它用的原文等等 這個我未必可以跟你花那麼多時間 但是你可以按下去 你就會 可以 就是 你要知道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其實要懂得希臘文做什麼 我們懂得語言做什麼 我們不會真的用希臘文來溝通的 但是譬如我想讀一句神愛世人 那究竟世人是在說什麼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 世人這個字在聖經裡面 三章十六節有出現過 要用福音 但是其他地方呢 有沒有出現過呢 你可能說 很簡單而已 那你就查一下 究竟在聖經裡面 誰出現過世人這個字 不可以 其實這樣不準確的 因為究竟世人這個字 它原本是用希臘文寫的 但是它翻譯的時候 可以翻譯了不同的東西的 或者不同的字 都會用不同的 可以翻譯做世人的 所以問題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最想要的就是 譬如我知道世人這個字 那我可以怎樣知道 究竟 哪一個地方呢 都是用著世人這個字呢 如果從這個角度呢 你是暫時不需要懂希臘文的 你不需要懂希臘文 你總之知道哪一個字就可以了 那這些工具就是在幫你的 這個就是中文工具 這個就是英文的工具 這個是很厲害的 也是 我現在試試打一個 剛才我們說神愛世人 我們試試神愛世人 John的 三章 十六節 不是 等一下 沒有 等一下 三章十六節 我已經教了Interlinear 我先不教這個 我先看一看 我已經按了 正是 先看 看得不可以 對了 John三章十六節 跟著呢 我們就是看這裡 它就說 譬如 只看NIV 有一句 然後它就有一句 For God so love the world that He gave the sun 好 接著我就想看 將這一句 我看不明白的 是不是 我看得不明白 但是 我其實可以怎樣做呢 有幾個事情在這裡做的 有一個叫做Interlinear 如果你已經認識少少 希臘文的話 我去回十六節那裏 你會發覺 它整句都出來了 就是 Love the world that the sun the only begotten 其實它已經放在這裡 它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它幫你看回它整句 其實真正是它怎樣排位 以及the world這個字 跟著這些有些數字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聽過 這些叫Strong number 一個人叫Strong 它不是叫做強壯數字的意思 這個Strong是一個人名來的 1890年 這個Strong number的一個學者 他就設計了一個index 他就將所有的字 跟他給了Number 這個Number 就是包含了他那個 希伯萊文 希伯萊文 那個字 所以你其實你一按 比如我只按這個 一按這個cosmos 我不懂cosmos這個字 但是我按這裡 它就會說cosmos 這個字其實就解釋什麼呢 original word 就是cosmos 可以解釋什麼呢 order world 哦 原來世人這個字 其實不是解釋世人的 是根本上就是世界這個字 來的 所以如果你查人是查不到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靠這些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然後他就 哦原來在 譬如馬太福音 有有了 馬太福音很多地方 都出現了這個cosmos 這個字的 他就把他全部列出來了 好了這個就是這個的用法 另外一個呢 這個就是真的用來查字典的 譬如你真的懂少少希臘文了 你想查一下究竟他怎麼解釋呢 那麼就可以透過這個 剛才說的cosmos cosmos 我打 一按 cosmos 就解釋order 他這裡說 to world 然後這些字典 這些字典是很厲害的 就是現在連 一般就算是學者都會用的一個工具 一個網站來的 我講的是國際的學者都會用的一個網站來的 這個 所以這個是不惹小的一個網站來的 是的 好 接著呢 其實還有一些的就是那個logos bible software和olivetree bible software 可能大家聽過 但是這些其實是收錢的 那我不跟他賣廣告了 我只告訴你是有這些這樣的工具 都可以用的 不過你就看看你自己 用不用 要不然你暫時用這三個其實都OK的 好那這些字典我就 都不講太久了 就是有些的字典是重要的 你可以給你參考的 好 第1節講完了 就是我們的工具 到第2節了 第2節是什麼來的呢 第2節就是我們的 Basic 最Basic就是ABC 究竟希臘文有多少個英文字母 不是有多少個字母的呢 其實跟英文很像的 所以其實我們用希臘文其實 我們是有一點靠我們的英文背景 如果你認識多不同的language 譬如你認識法文 你認識意大利文 你認識德文 你再接觸希臘文你就不會那麼害怕的 因為他有些地方 是怪怪的 但是其實希臘文有24個字母 英文都是26個而已 是不是 比英文還少 所以你不需要害怕的 是怎樣的呢 這個呢 寫得漂亮不漂亮呢 這個是小弟寫的 這樣一般 不過我只給你看一下 其實寫到這樣就差不多了 有些字你發覺就是 這個alpha beta 那個beta就突高一點點出來 有下低一點點的 加上就下去一點點的 delta epsilon data eta data data kappa lambda mu nu z Omc p rho sigma 2 Y P P c Omega 我為什麼這樣讀 Coto老師 還是在網頁那裏 是呀是呀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忘了分享給你們 是呀 是呀 就是這就是 這就是我 就是我 我 我為了這次我寫出來的 就是這樣 這個呢 你說 就是 看不太明白 給個漂亮一點 漂亮一點點 你們看一下 這個 這個就是 在教科書那些找到的 我圈住的是什麼來的呢 你猜一下 圈住那些就是發導音的字 原音 vile 其實跟英文很像的 就是有七個vile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alpha epsilon eta Iota Omicron Opsilon Omega 所以整個 Greek Alphabet 就有24個字 7個vile 17個consonant 這些給你回去再參考 我讀一次給你聽 其實你就懂的 為什麼呢 真的 不是很難的 根本上是像的 這個是什麼 A 是不是 就是alpha 這個呢 一看就是b 是不是 那你不要讀b 你讀b 就露 露餡了 是讀beta 你就算發音 就是beta 但其實它發音是b 是不是b 就是b 這個就沒有c的 在希臘文沒有c的 這個是gamma g 就是g 音 它也沒有j 音的 就是 這個是delta d 我們以前學physics 或者這裡可能有很多science 你會發覺他們都會用這些字母 沒有拿來做 做信罪的是不是 我德國的老師還搞笑的 其實他博士論文那些的牌位 別人用abc 他就用這些來做那些subtitle 那些的牌位 就是可能 顯出他真的認識的 我也不太明白 不過 跟著epsilon epsilon就是e θ 就是z eta其實都是e來的 θ data就是th 跟著eota eota就是i 是不是 kappa一看就知道了 其實你 你看到樣子差不多 你都知道它是什麼來的 這是什麼 就是k 跟著 lambda l 將它調轉而已 是不是 這個呢 其實左手邊是世界 右手邊是大家 大家都有用的 但是最常用就是 世界的 我們 但是它原先就是大家 但是我們現在一向都是用世界的 好了 跟著呢 這個呢 你看到它像是v 是不是 但其實它不是v 它會騙了你的 有時候學會 這個是nu nu nu 其實就是n nu 就是n 這個呢 c 就是x Omicron 一個o p 我們以前學數學的就會叫pi 是不是 其實就是p rho 這個像p 但是其實它騙你的 它是r來的 這個rho 跟著呢 這個你像不像一條蛇仔 像蛇仔 自然就是s 是不是 就是sigma 然後這個呢 t是不是 tau ebsalong 然後呢 p key c 這幾個是比較怪一點的 這幾個呢 其實就是把p 再加上i p h 再加上i 有一點點 double的聲 出來的 這幾個 那麼 最後那個是 Omega 所以呢 耶穌基督說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加 是不是 其實就是說什麼 就是我是alpha 我是Omega 就是說它是 第一個 那個 開手 它也是最終那個 那個就是Omega 其實就是在說這些東西 就是 我是似 我是中 所以呢 其實 如果你識希臘文 你讀 聖經 你不用一定要讀很多 但是你 你認識一點點 其實你也會 多一點的感覺 好 那怎麼記呢 其實我以前學APC 其實我學了三年 是不是 其實不用的 因為你以前學的東西 是沒有白費的 是不是 我們學那麼久的英文 其實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將來可以繼續學其他東西的 是不是 其實呢 你只要三分鐘 你就記得了這個 真的 我不是騙你 你看一下 我要share 你先 share screen 那裏 我要share 那個sound 給大家聽 這首歌呢 網上有很多不同版本 但是這個呢 我覺得是最好的 你只要唱 兩次 你其實就記得整個次序的了 Omega Learning Greek is fun 是不是呀 其實呢 你只要唱多兩次呢 你就可以 整個alpha beta那些呢 就已經出來了 我們現在嘗試多一次 alpha 在這裏 我們看著這裏 alpha beta Gamma Delta is fun 對啦 就完了啦 是不是呀 你回去嘗試 我相信你今晚已經認識的了 這個s呢 這個s呢 這個sigma嘛 剛才 這個也是sigma來的 這個sigma呢 就是有個勾的 是不是呀 像不像呢 就好像船尾去勾東西的那些勾 是不是呀 他就永遠如果那個s的s 那個s 放在最尾的時候呢 他就要變成一個這樣勾的了 就用這個form的 如果sigma不是放在最尾呢 他就用回sigma 縮回去的 這樣 好 我們練一練 不是這個啦 這個呢 diffon 就是說其實 將兩個 兩個音 擺在一起 那就有不同的發音 這些我們英文都知道啦 是不是呀 就是EA加在一起呀 EE加在一起呀 等等呀 那其實是這樣的原理而已 那這裏呢 我跳了它 我跳了它 你當你自己知道的啦 或者你回去有機會看看 好 我們練一下啦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就是p啦 是不是 p啦 這個呢 alpha啦 這個呢 tau啦 epsilon rho 我知道有同學 不是有有參加者 或者坊間有些人就叫你translate出來 就將它變成英文先 不要再理一下 你可能 希伯來文就會越難一點 但是希伯來文呢 你將它transliterary 就是transcript出來 做英文呢 有同學這樣做呢 我只是容許他 頭那兩堂這樣做 接著要撕掉 是沒有意思的 那些字 你是一定要認到那個字 還有其實希伯來文 不是說很難認的 其實你看一下 其實你又刮了 你初初會覺得這個p 那你就記清楚 它騙你的 那不是p來的 那是r來的 那你慢慢就記得了 這個其實慢慢就看到了 這個 沒有可能不是alpha 不是a來的 其實是不是alpha 你其實很容易看的 接著呢 eta mu omega nu 是不是 omicon epsilon nu tau omicon iota sigma omicon o sol epsilon h ro alpha nu omicon iota sigma ¿cómo發音呢 頭正我們來說alpha 是不是 這個p 是p alpha pa pa 然後呢 epsilon Epsilon 就是 E, Epsilon Pater Pater 接着有个逗号开引号要加一个H 音 这些详细,因为这一课已经要教3个钟 如果是原先的同学,所以我现在是简化,所以没办法有些要讲 這個Ata,Ata你會怎樣發音? A,是不是?Ata,加了H下去,就是He,是不是? 所以這個呢,He-mong,就是好像Low-mong那些,He-mong, Hor-in,接著呢,O-I,就是什麼?Oil, 好像你一向那個油,Oil,是不是?都是Oil,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Oi一樣?Oil,那就是Toys, 這個O-U,O-U,O-U,O-U-U,是不是? O,是不是? U,這個不是P,不是U,Pa,是RO,就是Ru-ra-noise,是不是? 所以整句是什麼呢? 這句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主土文的那句 Our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your name 即是 這個其實你就要第一課或者第二課 如果你真的來崇基上課的話 整個希臘文就有上學期和下學期的 假設就是一年兩個學期 你就會期望你什麼呢 其實因為如果你真的正式地學 我們是不會期望你用剛才那些 interlinear 那些的 我期望你是看到這一句你會發音 你會translate 你解得到究竟為什麼是用什麼 grammar 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容易 但是其實一年時間是足夠的 而我們崇基 或者我要求 我們是不用識經書的 我們不是用工具 用工具是沒有用的 你應該要逼自己就是什麼呢 你見到什麼你就會translate 這是先的 那要怎麼做呢 譬如什麼呢 就是我會鼓勵一些同學就是每一天你會買一本這些 你都會零收的嘛 是不是 零收每次都不是有兩光的 是不是 你趁零收的時候 你不認識的話 你都會看旁邊的希臘文 你每一天這樣做 一年了吧 一年你就不會怕希臘文了 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這樣做 所以這個就是 但是如果這一堂他們就會學會怎樣去 即有時候我們怎樣去發音呢 其實都要搞清楚的嘛 但是今天不會 我今天介紹的而已 叫Stato onomatsu 這些可能要兩三堂跟我才搞清楚的 有時候 所以現在你現在完全不是聽得很明白呢 其實是很正常的 你要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是速成班來的 你現在過了只是半個小時而已 半個小時其實我們還是在ABC 或者我還是在解釋那個背景 其實如果是真正上課的時間 如果你已經明白 其實你已經很厲害了 其實你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如果你 其實原來也不是很難而已 其實真的不是很難 所以鼓勵你就算你未必說真的會來從基 但是如果你作為一個 認真的基督徒 其實我鼓勵你 你可以自己自學的 自學希臘文 一生的改變 來的 好 接著這個其實就會難一點點 不過就 因為時間關係 我怎樣都要學一點點才行的 其實希臘文這個表是什麼來的 我把它簡化了 但是這樣說 我們性別有兩個的 是不是 男性和女性 但是在希臘文他很公道的 他不僅有男性和女性 他還有一個叫中性的 你說這樣真是這麼自由的 是不是 無端端有這樣的東西 你不要理他 他是真的 你要接受 他有一個叫中性的 中性多數是 表達一些concept的東西 就是中性 但是不一定的 總之有中性 有男性 有女性 那什麼字是男性 什麼是女性 什麼是中性 你不能選擇 他定了給你 那你唯有什麼呢 唯有接受 唯有記的 這樣說就是 每一個的性別 其實他的尾 是有得記的 所以簡單來說 其實希臘文是什麼呢 其實是考你邏輯的 考你記憶的 只要你記得那個尾 然後你看回的時候 你就認到他是男性 還是女性 還是中性 男性 女性 中性 不單止的 還有一個叫做case 就是說什麼呢 譬如一個字 word 這樣 他有一個叫做 他當是subject的時候 叫做word 是不是 但如果當是object的時候 他就放在尾 譬如the word is good 這樣 或者叫做the word is good 那個word是subject 譬如I speak the word 那個word其實是什麼呢 是一個object來的 放在後面的 那他有這樣的東西來的 現在沒有時間可以說得多 因為這個已經是第二第三堂的東西來的 但是你要記住 我稍後玩一個遊戲 就是考大家的記性 你可以拿著一個表也可以 或者稍後來照對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可能這些小朋友玩也可以 如果他們的記性好呢 這個是男性 這兩格是女性 這個是中性 你看一下 就是當他是subject的時候 就是紅色的 logos 尾 或者是a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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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rect object,in字是不是i字頭的? 那就是i字,所以這個就是indirect object 這個就是object,那等於什麼呢? 例如如果logos的話,我只要拿一個例子,logos是什麼呢?就是解word 叫word,但如果去到logo,logo就是word 就不是word,logo是什麼呢? of word 就是要加一個of字給他的 跟著這個logo呢 剛才說是indirect object,那是什麼呢? 就是to或者in word 有一個proposition的 跟著accusative,這個logon 就是i speak word,那個i speak不是在這裡,是一個object來的 大家明白嗎? 跟著下面這些叫plural,plural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平時有一個字叫book 就是book,就是book,就是book,就是書,是不是? 但是有書 很多本書叫什麼呢?就是books,是不是?加s,是不是? 這個我想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的 其實希臘文都是這樣,不過他難一點而已而已,他不是加s而已 他只是加不同的東西下去而已 他明明是os,他就變成oi,叫logoi 如果這個phonae就變成phonai 如果feminine karai就叫karai 如果egon就叫egar 那就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是英文呢 什麼都是加s,最多加es,是不是? 他就有不同的性別,你要加不同的字給他 這樣呢 就開始有一點會覺得得人害怕 但是其實你對得多 其實就 根本上就不算得什麼的 所以這個呢就是 解什麼呢?就是words 即加了 咦?那剛才那個offword呢 如果變成plural呢,就變成logon 希望這個很發達的,因為全部都是 ow only 好像 很瓦炸的 就是解offword 那如果logon,剛才說indirect object,是不是?就有一個iota,是不是?這個小i,是不是?有i indirect object 那這個indirect object也是 加一個i,是不是? indirect object的重數,那就是要什麼? 加一個s給他,就是ois,是不是? 是不是?很簡單,是不是? is,他重數嘛 所以這個就是to或者inverse 接著這個subject就叫做 i speak words 這個是重數 其實如果你 你master 到這一站尾 其實你已經差不多完了四五堂了 其實就是在學這些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要學這些東西呢? 差不多我要快一點了 就是為了 我們一起看一下loss prayer 我們一起試一下 loss prayer 譬如你說,為什麼我要學希臘文呢? 你會發覺呢,如果你知道希臘文 你就可以判斷很多細微的東西 譬如loss prayer 我這一個是拿回我這本 就是那個 希中英的聖經 這個幫這個漢語聖經協會買一個廣告也好 其實是很值得的 我們每年都會買一堆的 其實是 不過就是要說清楚 就是一來就是我沒有認為你的衝突 二來就是 是舊版來的 就是它不是最新的 就是你不要想著 因為它這些是翻譯是幾年 十年前都是翻譯這個的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 其實已經沒有分別的 其實你不是做到最終的那些原文那些 它是沒有錯的 那些字是一樣的 其實是值得的 我覺得 那麼這一個 就是這一集 就是由第九到第十三節 就是主通文 但是你看一下 你發覺如果你看中文和後本是什麼呢? 我門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子而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等等等等等等 後來最後 我們很流行就會說 因為國道權並榮耀 存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 是不是 這個其實是沒有的 是真的 如果你以前聽人說過 譬如你看過活在聖靈宗 還是巴克 我記得也有說過的 還是 是沒有的 你可能就半信半疑 如果你拿一本希臘文聖經來看 你就會看到 它真的沒有的 是真的沒有的 所以這個是 曾經有一些有小部分的抄本有 但是可能這句是powerful的 是不是 就是這句話很gland 我們和俠本可能就用了 但是其實現在都會覺得是沒有的 我不是改正經 我不是改正經 是真的原文那裡沒有 你看回英文RSV 它也沒有的 你看回英文也是沒有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練了 這個就是 The Lord's Prayer 就是我們將它平排 有個好處你就知道其實這一句 就是我們在天上的父 就是 our father in heaven pate hey mong ho en tois vanois 你也讀到的 其實我不是讀得特別好聽的 其實你只要知道那些拼音 你只要練 一個禮拜你一定會讀到的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姓 它叫 Hallowed be your name 那就是什麼呢 Hagiatheto to onomassu 願你的國 Gonam Your kingdom come 就是什麼 El seito hay basle ya su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就是Your will be done 這個譬如Your will be done 如果你只是聽英文你不知道它說什麼 Your will be done 還是You will be done 是不是 不知道 其實真的它說什麼呢 Gene feito to selima su Selima 就是講一個旨意 這個字是很重要的一個字 好 如同行在天上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你只看這個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它放在上面 Hose in wa no kai epigase 就是 On the earth 其實所以RSV NRSV是譯得很好的 它是跟得很足的 接著就是 我們用的飲食今天刺激我們 就是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tong atong he mong tong apiwuzion dos he min se me rong 跟著就是免我們的債 and forgive us our debts Kai afeis he min ta afei ni ma ta he mong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as we also have forgiven our debtors 就是什麼呢 Hose 你可以跟我讀的 我讀得慢一點 Hose kai he mes afei kaman tois o fei le tais hei he mii hei mong 好像露夢那個 hei mong 好了 跟著呢 最後呢 不叫我們遇見事貪 and do not bring us to the time of trial 就是什麼呢 Kai me Ace an that case hey mas Ace pilasmong pilasmong 或者是救我們脫離凶惡 就是becaus but rescue us from the evil one 就是什麼呢 pil就是阿拉 阿拉 你想想很快已經學到了 阿拉就是拔 因為我當這裡大家都是基督徒 我們會覺得阿拉就是什麼 阿拉你也想起阿拉 我要用一些想像力 阿拉就是什麼 真主 但是你想真主 是真神是不是 不是啊 拔 那就是拔 阿拉就是拔 你自己用一些想像力去思考一下 阿拉 Fusai he mas apport to poniru poniru就是這樣那個evil 好 我們試一次就是 差不多完的了 因為差不多45分鐘 我們只是看 剛才你學過的那些 你可以拿出一個表出來 如果你有一個notes 我們剛才說pate 是不是 你看不到剛才的那些表 hey mong 這是什麼 你看回那個表 可以 我剛才按走了 hey mong 我在分享另外一個 因為我想在上面打東西 pate 接著就hey mong 是不是 hey mong是什麼來的 hey mong剛才是 中數 而且要加個off的 是不是 你看回是不是 所以其實hey mong是什麼意思呢 pate是什麼 剛才說father hey mong是加個重度 of of what of us 其實就是 然後 學這些你還沒學 但是in 然後toys who are noise toys其實是說什麼來的 是indirect的object 是中數還是單數 你看看它 它有個s的嘛 其實是中數來的 是什麼呢 in the who are noise 其實是heaven 好了 接著 Hagiatheto 這個字你還沒認識的一個verb來的 其實是 let your name toonoma 就是your name 這個s的呢 你看一下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也是of的 是不是 你看清楚 是of的 其實這個是anoma anoma是name的意思 就是the name 跟著你說我說 我就說 凡親子的那些要加of的嘛 其實你就是加了一個of在這裡 of什麼呢 of you 其實就是your name let the name of you be holyized 或者叫saintify 是啦 好了 這些verb那些你不會 我們先當是色 先當是色 接著呢 又是這個 是let your the 這個bassilier 其實是kingdom 接著you是什麼來的 這個sue是什麼 剛才說過了 就是什麼呢 of you 接著就是什麼呢 come 接著呢 就是 let 全部都是let的 let是什麼呢 the selema 剛才說的 selema 是為什麼呢 the view 這個很重要的字是 旨意、意願、wish let the view 接著是什麼 of you happen 就是這樣 好 接著呢 我想這裏差不多了 我這裏未必可以全部寫完 但是就是 看一下 但是其實呢 就是 就是這樣的了 就是 所以 你就是逐個逐個翻譯了 我寫完這一句 因為這一句其實我們之前學過的 這個on 這個on是什麼來的呢 tong atong tong atong tong atong is the bread of什麼呢 希望 of us 接著呢 tong apiouzion give us daily give us today 你將它重組句子而已嘛 所以就變成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等等等等 好 你只看這樣 你會發覺 你就會發覺 就算是翻譯裡面 你也會發現有些地方 是有些特別的 剛才英國人說的 這個toys or noise 是什麼來的 是中數的 是不是 而這個 holes in or no 其實 你看清楚 是同一個字來的 但是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單數來的 這個解 one no 是解什麼呢 解 heaven 所以原來最早的時候 we are father in heaven 起碼他原文的時候 他正在用中數的 但是他翻譯 他照樣翻譯做heaven 當然你說 那是不是他特意用中數等等 這些就是 正是 悉經的時間 你會處理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懂得希臘文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他 其實 一個是中數一個單數 是看得到的 為什麼一個是中數一個單數呢 這個就是值得我們 跟著 去問 查考的東西 這個呢 如果你沒有原文的根底 就難一點的 因為 你就算是英文 他也是照樣用 find heaven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是用原文的話 你就算學了一個神 其實你也看到的 好 其他的留給大家 之後做練習 我就在這裏結束了 好多謝大家 這個呢 在這裏結束了